当时钟的巨轮进入2021 相信但凡正常点的中国人都不会再相信西方的那一套 无论是混乱不堪的防疫 还是一味举摘放水 催生的一塌糊涂的经济 乃至迫在眉睫的全球性大萧条 以及被白走民粹 折腾得无烟瘴气的社会行驶 凡此种种 无一步招式 曾经被国人奉为神明的西方文明 正在一步步的滑入深渊 对他们的信仰也已经彻底破产 西方的这次溃败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制度 确实制度的失败可以说是最直观的 面对这次百年未遇的突发疫情 东方的中国已经在如何用社会化治理应对方面 给他们做了最好的榜样 但所有采用西式民主制度的国家 却没有一个对此做到防范得宜 他们的分权制衡体制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做到上下一制 不可能做到另行禁止 不可能做到全国资源统一调配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所以也不可能在政府层面对疫情做到有力控制 而在这些年的经济建设中 西方面对整体经济大环境的颓迷 以及愈演愈烈的贫富差距 始终处于一种束手无策的状态 政治权力被资本权力的高度裹挟 决定了他们不能像中国那样 政府通过五年计划等有针对性的部署 筹集举国资源进行前瞻性部署 不能进行全国性的高效基础设施建设和行政效率提升 提高内部经济竞争力 不能像中国那样通过扶贫等手段 给底层注入消费力 保障经济供需平衡的同时 缩小贫富差距 他们甚至不能像中国那样 对资本家以破坏经济秩序 谋取私利的行为予以有效遏制 比如最近轰轰烈烈的反垄断 西方能做的就是一轮又一轮的放水 制造一个又一个的惊天泡沫 让富人资产膨胀的同时 代价却是底层消费力不断萎缩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社会矛盾也由此步步激化 所以政治制度的失败是毫无疑问的 可以说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 西方民主制度在东方社会主义制度面前 第一次彻头彻尾的完败 但如果仅仅是政治制度的失败 那未免太浅显了些 除了最直观的制度 西方在这次的比较中更深层次的 其实是其文化的失败 一直以来西方引以为傲的所谓文化优势 在过去这些年 尤其是疫情这一年多来的表现 被东方文化实实在在的碾压 这一次的新冠疫情 海外和中国的表现 可以说是判若云移 但即便是抛开中国 我们也可以发现 同样是西式民主政体 同样是发达国家 东西方的表现 依然是有极大差异的 东亚的日本 韩国 这些西式政体国家 明显比欧美要强一大截 更不要说那个奇葩的 全球最大民主国家 印度 都是西式政体 依然有如此巨大的差异 这就不能光用制度来解释了 这些差异背后 本质上其实还是文化的差异 西方文化一向突出个体 崇尚自由 而东方文化一向突出集体 讲究组织性和纪律性 这两种文化有各自特点 而在过去 西方舆论控制下的全球话语权 一直是个将个体和自由 摆在更高位置的 甚至将其赋予所谓人性的光辉 与尊重人权挂上等号 而东方的集体化社会认知 以及组织性纪律性 则在西方语见中下 大肆诋毁和筹划 沦为灭杀独立人格 抹杀人性的代名词 这一套论调曾经很有市场 但疫情以来 这一切都沦为笑柄 尊重个体意愿 崇尚自由 结果就是民众对防疫要求 置入网闻 随心所欲行事 社会化防治沦为空谈 而在东方文化 有较强影响的东亚 中国自不必说 哪怕是被采用西式政体 也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 东亚日韩台 受益于东方文化的底蕴 民众的组织纪律性 和集体化认知 也使得他们在 遵守防疫指令方面 至少比西方要强得多 所以防疫工作 也相对要强得多 这实际上就是对 西方一直以来个体化 自由主义的狠狠打脸 而这种打脸 其实也是有其逻辑一循的 西方大肆崇尚的 所谓个人自由 本质上就是对人类社会的 一种明目张胆的侮辱 人类社会之存在 天然就需要一定的 秩序和规则 而这些秩序和规则 天然就意味着约束 所以人类如果需要 保持群体性的生存方式 那么对个性化特征 对于个体自由 理所当然的 会有一定的限制 个性化与自由 是建立在基本的 集体主义精神 和组织性 纪律性基础之上的 当代东方文化 大致承认了集体 个体的二元化共存 虽然在集体与个体 规则与自由的边界上 各国因为国情 而多有所差异 但二元化共存 这个核心 从未曾受到质疑 但在西方 长期以来 一直过度炒作个体自由 将集体性和规则性 置于政治不正确的境地 就在过去十多年 助长了各种社会分裂 助长了富人 对穷人无底线的 所谓合法掠夺 而疫情以来 则问题总爆发 最终导致了 西方的彻底混乱和失序 从国家到个人 都因这种过分的 个性化和自由主义 而遭受巨大的损失 而上述的制度和文化失败 归根结底 其实是资本主义的失败 其实新式制度的弊端 一般普通老百姓不清楚 精英阶层不可能不清楚 而对个性化 对自由的无底线推崇 更是违反了 社会生态平衡的基本逻辑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 这种极端化的认知倾向 是有巨大谬误的 但直到疫情爆发前 大家却都不以为伍 反而百般推崇 甚至疫情爆发 西方防疫成了笑话 掌控社会权利的 西方精英阶层 依然无意反思 反而在舆论上 完全无视中国的防疫成就 甚至竭力煽动对华仇恨 经济方面 面对自己经济建设的无能 西方的应对方法 除了苟延残喘式的放水 以吹大泡沫 放大危机为代价 将危机爆发延后 就是揪着中国说事 频繁挑起对华争端 不想着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却只想着拖延和转嫁危机 西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 制度和文化 是资本主义的存在根基 为什么这么说 要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得搞清楚 资本为什么能在西方横行无几 站在西方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呢 一般来说 资本权力是很难 直接控制社会秩序的 毕竟资本权力的 最大武器就是金钱 但金钱并不能 直接影响社会秩序 最多只能起到一个 间接引导的作用 什么力量能够 直接影响社会秩序呢 一个是政治权力 一个就是民众 前者以暴力背书 建立行政机构 对社会进行管理 另一个则是可以通过暴力破坏 摧毁一切 资本要横行无几 就必须约束这两股直接力量 但它天然又没有 直接压制的能力 所以就必须通过一些 制度和文化设计 让这两股力量自费武功 丧失独立形式的能力 这就必须要从政治制度 和社会文化上入手 西式民主制度 讲究的是分权制衡 不仅有司法 立法 行政 三权分立 还有政党之间彼此制衡 除此之外 西式选举制度下 民众还可以通过选票 对政治权力进行反向制约 而鉴于民众的知识和视野有限 所以他们的思想倾向 又可以通过媒体舆论进行引导 而媒体舆论又需要资本来支撑 同时政客想要上位 也需要资本 不管你是做实事 还是搞个人宣传 都离不开钱 自然也就离不开资本的助力 高度分裂 互相制衡 严重内卷的政治权力 必须引入外力 来从异众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如果直接引民众为原 这相当于联合将被统治阶级冲击体制 势必引发体制联合绞杀 特朗普的民粹之所以不受体制待减 原因就在于此 所以资本就成为各派政党和政客唯一的外源 当政治权力四分五裂 且都必须高度仰赖资本 如此一来资本权力就完成了 对政治权力的肢结和间接控制 而在民众方面 同样如此 通过推崇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 民众沦为一盘散沙 由于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 他们不可能形成具有统一意识的政党 也很难被某一个政客 凭一己之力纠合到一起 这样一来 民众不仅不可能对资本构成威胁 相反会被资本控制的舆论所引导操纵 成为反向制约政治权力 裹挟政客的力气 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 如此推崇自由 推崇个体 将现代新式民主制度捧上神坛的原因 因为这是最适合资本 让资本最安全 最肆无忌惮形式的制度和文化 如果抛弃了西方政治制度 抛弃了推崇个体 崇尚自由的西方文化 那么资本就会被关进求聋 无法再为了一己之力 而肆无忌惮地操纵社会 收割大众 甚至有可能被政治权力降服 有可能被民众的起义而摧毁 所以 尽管自由 个体 西式制度存在巨大弊端 但资本是若网闻 甚至不惜颠倒是非 抹杀黑白 对其竟力维护 但问题是 不管资本对个性化 自由西式民主制度 图多少枝 抹多少粉 它的天然负面效应 都是客观存在的 而这一切 在过去这些年 尤其是新冠这一年多 铁线的淋漓尽致 只不过虽然负面效果如此明显 甚至危害到了社会 危害到了大众 但由于其资本主义 赖以生存的根基 所以资本绝不允许将其推翻 甚至进行一些大的改革都不行 西式制度和文化 已经越来越不适合 当下的社会需要 资本又绝不允许其被推翻 这种主观利益 与客观环境的背利和对利 最终结果就是资本主义 国家和社会 因此不得不背负这种主观冲突 所导致的损耗 遭受到巨大的冲击和损失 这一切在2021 已经开始正式显性化 而这种显性化 在未来随着大萧条的到来 会变得更加的明显 当资本主义不再成为 人类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 相反成了阻碍 其带给社会的不再是利大于弊 而是反之 其之崩溃 在接下来的岁月中 也就可以预见 再来的岁月中